Google Play 年度排行榜揭曉 最佳遊戲就是它 又到了歲末年中 滿滿排行榜的日子了 Google 今日揭曉台灣 Google Play 商店 年度排行榜 首度選出的年度最佳遊戲為 Pokemon Go 捕捉寶可夢蜂巢 席捲全球 台灣當然也不例外 而同樣是首度揭曉的最佳應用程式 則是照片濾鏡軟體 Prisma 可以讓普通照片變身成藝術作品 如果這兩款你都沒下載的話 今年真的就 out of fashion 了 另外同步選出 15 個類別的應用程式和遊戲 精選排行榜 每個類別有 5 款 共有 75 款入選 而台灣開發者今年總共拿下 24 個席次 近 1 三分之一佔比創下立年新高 顯見台灣開發者實力越來越成熟 也深受台灣 Android 用途喜愛 像是大家超愛用的辯識和封鎖來電 App Who's Code 入選最佳人氣應用程式 一人獨立開發者的Teloki 入選最具創新力遊戲 電子音樂搭配幾何方塊的休閒遊戲 評價頗高 還有水墨化風格的說件 入選最佳獨立創作遊戲 有劇情、有遊戲性、又具藝術性 而被受網友推崇了雷亞 今年推出的音樂節奏遊戲藍空 也入列最佳美術設計遊戲 以往 Android 的 App 質感 總被說比不上 iOS 但現在有 Sense 的開發者 持續投入 好玩又好看的 App 也越來越多了 東新聞 台北報導